丈夫打了三年仗终于凯旋而归 女人脸上却不见半分喜悦 因为他的丈夫好像要有新老婆了 他从战场上带回来一个王女 那是王国的绝世美人 人人都在传他们即将成婚 就连国王也下令为两人赐婚 所有人仿佛都忘了他家里还有个原配妻子 因为大家心知肚明 三年前利普坦是被迫成婚的 当时国王命令公爵出征讨伐恶龙 他因为贪生怕死 于是利用权势威胁利普坦迎娶自己的女儿麦西 这样就能将讨伐恶龙的任务顺利转嫁到他身上 当时的利普坦只是个身份卑微的骑士 他无法违抗公爵的命令只能被迫出席婚礼 麦西成了这场交易的牺牲品 没人在乎他愿不愿意出嫁 出征在即 婚礼举办得很匆忙 来参加婚礼的大多数宾客都在看好戏 高贵的公爵府竟招了一个贱民出身的骑士做女婿 他家的千金也真是可怜 竟然沦落到要嫁给这样的人当妻子 而府上的骑士们则暗自庆幸 这次不用轮到他们出征送死 麦西紧张不安的跟对方走完婚礼流程 这场婚姻里最不该被苛责的就是利普坦 如今他听到了这些难听的话 会将怒气发泄在他身上吗 夜晚降临 麦西起身准备跟随女佣前往新房 父亲突然从身后走来 他将婚礼上被奚落的原因都怪罪在麦西身上 如果他今天能表现的高兴点就不会惹人非议 他警告麦西今晚好好表现讨得利普坦欢心 如果他失手把事情搞砸了 到时候可不是受点体罚那么简单了 麦西不敢反抗 从小到大经历了那么多次毒打 没人比他更清楚父亲的手段 婚房里麦西刚梳洗完毕 利普坦就推开了房门 女佣们纷纷时序的退了出去 麦西局促不安的站起身 利普坦一步步走向他 我知道你怕我 但义务还是要履行的 不愿意就现在说 我不会强迫你 你希望我出去吗 麦西急忙摇了摇头 他甚至不清楚他口中的义务指的是什么 他只知道父亲说过 得到允许后 利普坦利落地脱掉上衣 那就履行夫妻义务吧 看到妻子怯生生的眼神 利普坦挑了挑眉 随即伸手剥落他身上的衣裙 麦西紧张地浑身颤抖 利普坦直接将人懒入怀 温热地吻落在他的肩头 他的声音染上几分阴涯 这个时候即便你想喊停也来不及了 第二天一早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 麦西迷离呼呼睁开眼 身旁已经没有余温 利普坦已经出发去讨伐恶龙了 这次任务九死一生 所有人都认为 他们这次出征是有去无悔 三年后利普坦却凯旋而归 他现在不仅成了 这片大陆的剑术大师 还是几百个努力的事 以他现在的地位 只要他想离婚 神殿随时都能给他离婚同一书 更何况有了高贵的王女做对比 哪个男人还会想要一个口吃的妻子 一想到这个事 公爵大人就觉得头疼 在这个社会 嫁出去的女儿一旦被休 整个家族都会沦为笑柄 更何况那个女婿 还是他一开始就瞧不起的人 要是女儿真的被离婚 那简直是对他莫大的羞辱 他将怒气恶狠狠发泄在麦西身上 你真是没用 给了初夜也留不住男人 但凡你能有你妹妹一半的能耐 我也不至于操心这种事 麦西强忍着疼痛为自己辩解 他 他在婚礼第二天就出兵了 我根本没有机会讨他欢心 公爵压根不听他的解释 他举起拐杖再次狠狠打在麦西身上 一听到你那口吃的毛病我就来起 总之你必须想办法阻止利普坦离婚 要是因为你让整个家族蒙羞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 这时有下人来禀报 骑士团已经到了 公爵大人吩咐将人带到办公室 他先去跟利普坦见一面 公爵离开后 旁边的人熟门熟路的用魔法帮麦西疗伤 秋日的阳光洒进来 麦西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 他愣愣地看着镜中的自己 自嘲地想如果他能有妹妹罗杰塔一半的美貌 他或许就不会跟他离婚了 如果他执意要跟王女结婚 他根本无计可施 难道要靠死缠烂敢来挽回丈夫吗 就在他愁眉苦脸时 一道阴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麦西惊讶地抬起头 利普坦的口吻里带着几分挖苦 丈夫死里逃生回来 妻子却害怕得瑟瑟发抖 你就这样欢迎我吗 他抬脚慢慢走向他 麦西紧张地站在原地 看着陌生的丈夫 他不知道说些什么好 最后艰难挤出您平安回来就好几个字 短短几个字他说得结结巴巴 利普坦的脸更黑了 麦西心口一致 父亲说过没有哪个男人会想要一个口吃的妻子 他这个反应是嫌弃他了吗 见妻子不再说话 利普坦气得咬牙 他沉着脸一把将人拽到跟前 除了这几个字你就没有别的要说吗 你哪怕连假装欢迎我一下都不愿意吗 麦西颤抖得更厉害了 利普坦恼怒地转过身 我是什么怪物吗 让你害怕成这样 见他转身要走 麦西鼓起勇气拉住他的披风 他的力道很轻 却轻而易举就让他停下脚步 他结结巴巴解释自己不觉得他是怪物 他是因为紧张才发抖 他还想再多说点什么 可舌头却紧张得不听使唤 麦西无助地低下头 泪水夺框而出 他又搞砸了 他明明是想好好跟他解释的 一直带着骑士铁手甲的手缓缓伸向他 利普坦温柔地抬起他的脸 近在咫尺的容颜让他心动 麦西茫然地看着他 利普坦轻轻捧起他的脸让他别动 下一秒就迫不及待吻了上去 这三年来 他无时无刻不再想念这个味道 他吻的动情 转眼就把人压倒在沙发上 人外出打仗三年没见老婆 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强势把人按在怀里亲 天知道他有多想念这个味道 他情不自禁加重力道 将女人完全压倒在沙发上 利普坦正准备更进一步 却被没眼色的人打断 骑士兹这个大牙站在门口 表示团长我们该出发了 利普坦再想继续也知道实际不对 麦西红着脸躺在他怀里 一颗心忍不住扑通直跳 明明上一秒他还在担心离婚的问题 下一秒就被吻得意乱情迷 两人的视线对上 彼此都有些不自在 看老婆脸红的直冒气 利普坦忍不住笑出声 他原本没打算在这里扑倒他的 可一对上他他就没有半点自制力 他从沙发上站起身 马车在外面等着 我们该出发了 麦西瞬间感觉浑身冰凉 他刚来就要走 他还没来得及去 他不要离婚 他焦急说着等一下 利普坦却打断他的话 我们现在就动身 你的行李交给女婆们去收拾 他困惑地看着他 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他是准备带他一起走 麦西迷迷糊糊跟着他的脚步 我们要去哪里 我的领地 马车那两人相作无言 气氛略显尴尬 虽然结婚三年 但今天才是两人第二次见面 麦西忍不住抬眼偷偷看他 目光扫到他嘴角的口红硬实 他害羞地扭过头 而始作俑者却一脸淡定 仿佛刚刚抱着人亲的人不是他 麦西将目光攒向窗外 美丽的风景让他一阵雀跃 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到城外 利普坦突然倾咳一声 他立马乖乖坐正身体 以为是哪里做的不对 惹他生气了 他沮丧地低着头 殊不知利普坦根本没有别的意思 他只是突然嗓子痒而已 可老婆这副害怕的样子 还是让他头疼 和我在一起就这么难受吗 难不成你想回去 麦西赶紧说不想 他要是这么被送回去 父亲说不定真的会杀了他 利普坦语气带着几分无奈 我们是要过一辈子的 你不能总是这么怕我 见老婆一脸惊诧 利普坦误以为 他是没把他们的婚姻当回事 他脸色阴沉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难怪过去三年 我拍不下去接了你好几次 你都不愿意离开克洛伊城 想来高贵的公爵千斤 是瞧不上我那个破领地 麦西有些委屈 父亲根本没说过有人来接他 突然马车被外力撞击大力摇晃 他迅速将老婆护在怀里免得他磕倒 他们被食人魔包围了 利普坦吩咐给马车设置结界 同时叮嘱麦西千万别出来 恐怖的嘶吼声从外面传来 麦西害怕的捂住耳朵蜷缩在角落 却意外撞上一双巨大的绿眼睛 他被吓得逼出马车 眼看食人魔一步步朝他逼近 他害怕的闭上眼 关键时刻利普坦后面出现 将怪物披着两半 麦西被这一幕吓得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他已经身处旅馆 原先的衣裙已经被脱掉 他浑身上下只穿了一件男人的上衣 就连内衣也不见了 结婚小夫妻分别三年终于重逢 可话没说几句他就把人惹哭了 刚刚听老婆提到离婚的字眼 他顿时怒从心起 质问他是不是趁他在外 殊死奋战的时候找了别的男人 麦西委屈的不行 明明是他想离婚迎娶王女 外面都是这么传的 看到老婆委屈的落泪 利普坦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太凶了 他赶紧将人抱坐在腿上 低头轻轻吻去他的泪水 又忍不住顺势在他白皙的侧颈亲了好几下 跟王女结婚的事他早就拒绝了 他适应不来宫廷生活 更何况他是有夫之夫 既然在神面前发了誓就绝不会背叛他 听着他的解释麦西还是有些不安 那可是尊贵的王女殿下 怎么会有人拒绝跟他成婚 利普坦意味不明地看着他 你该不会是拿谣言当借口 真的想跟我离婚吗 麦西赶紧摇头 他轻力地抵着他的额头 不是就好 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以后再提离婚我可就生气了 误会解开后 利普坦的手开始不老实 吃了三年素他早就忍不住了 他伸手扯去他身上裹着的床单 麦西急忙护住胸口 他连内衣都没穿也太难为情了 他撑起双臂站在对面 此刻的小白兔已经无路可逃 温热地唇吻上他 他乖乖闭上眼 可想到三年前那夜的疼痛 他本能地想逃离 察觉到老婆的抗拒 利普坦强忍下身体的躁动 他知道他在怕什么 虽然我们是夫妻 但这种事如果你不愿意 我不会勉强你 他将主动权交给他 可脸上却写满了期待 麦西心软了 他为了他甚至拒绝了王室的联姻 他也该尽妻子的义务 义务掉落在地 他迫不及待想把人拆吃入府 白兮的小手抵住他的胸膛 先 先等等 利普坦顺势抓起手腕 在唇边亲了一口 边亲边又哄他叫自己的名字 麦西眼里起满泪水 小声叫出利普坦三个字 温柔的嗓音像是他的兴奋剂 他再也克制不住将人抱入怀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 麦西迷离呼呼睁开眼 想到昨晚发生的事 他一张小脸红的快冒烟 身旁的男人还在熟睡 他忍不住伸手偷偷触碰他 昨晚他说这三年里他一直在想他 这是不是意味着他有点喜欢他了 利普坦突然在这时候睁开眼 麦西害羞地转身缩回手 他大掌一捞直接把人锁在怀里 闻着他发间的心香 他忍不住低头亲了好几下 跟他在一起 他的克制力基本为力 利普坦还想再做点什么 门外就传来扫兴的敲门声 骑士提醒他该出发了 他随手拿起浴巾裹在腰间 早知道就不带这帮混蛋一起来 就会坏他的好事 转头看到老婆整个人都躲进被子里 他担心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麦西红着脸探出头 这 这里的隔音这么差吗 那外面的人岂不是都知道他们干了什么 可爱的模样让利普坦忍不出笑出声 看他是真的担心 他上前安抚式的亲了下他的额头 不要害羞 我们是夫妻做这种是天经地义 贵为公爵千经 却因为口吃从小受尽虐待 在府上的日子过得还不如一个下人 成年后他被父亲当作牺牲品 许婚给一个贱民出生的骑士 这桩婚姻是父亲算计促成的 男人被利用又怎会对他好 麦西本以为婚后生活会是另一个地狱 却不想未来老公简直把他宠上天 出差回来会记得给他带礼物 金银珠宝一箱箱送给老婆都嫌不够 跟他待在一起每时每刻都想贴贴 出门在外条件有限 他也会尽力找来最华丽的衣裙送他 有属下对他态度不好 他就黑着脸让人闭嘴 耐心跟老婆解释他们只是对你的父亲有意见 见他这么维护自己 麦西忍不住笑了 注视着他深情的双眸 他动心了 起初只是迫于父亲的威逼害怕离婚 但现在他贪心的想永远留在他身边 天色见黑 一行人好不容易找到一间小木屋落脚 利普坦不想委屈老婆 让村民单独收拾一间舒适的屋子给他 报酬方面不是问题 但麦西不想搞特殊 而且在这种陌生的地方 他更想待在他身边 他着急伸手揪住他的一脚 我不想一个人 看老婆这么黏人 利普坦的嘴角止不住上扬 骑士们识相地集体装聋 假装听不懂小情侣之间的暧昧 自顾自地走进木屋开始安顿 麦西小心地移动步伐 生怕不小心踩到虫子或老鼠 利普坦细心给他铺好床垫 仔细检查完后才叫老婆过来 麦西担心他会觉得自己难伺候 下一秒一碗热气腾腾的土豆逼到他面前 他吃得两眼放光 利普坦坐在一旁满足地看着他 他刚吃完他就投喂下一个 生怕老婆会饿着 夜幕降临 骑士们纷纷入睡 利普坦开始不老实 那么宽的位置 他非要侧身抱着老婆一起睡 麦西红着小脸推他 周周围还有人呢 利普坦充耳未闻 乖乖别动 这样抱着比较暖和 旁边的骑士们有苦难言 一个个大气都不敢喘 路斯好心进来给麦西送魔法时 具有保温功效 待在身上会暖和一点 利普坦文言恶狠狠地瞪着他 这样他还怎么找借口抱老婆 麦西接过保时礼貌跟路斯道谢 见老婆的目光不在自己身上 利普坦立马醋了 甩给路斯一个赶紧滚的眼神 别耽误他跟老婆睡觉 炙热的怀抱包裹着他 麦西很快陷入沉睡 可自从内网过后 利普坦不再跟他共坐马车 而是选择不自骑马 甚至会有意地躲开他 麦西有些不安 他 他这是厌倦我了吗 可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利普坦早已偷看老婆八百次 不坐马车是因为跟他待在一起 他就控制不住 天天老婆又害羞 这一路他都快憋坏了 人坏笑着又哄小妻子 跟自己一同泡澡 他理直气壮表示 夫妻本来就要一起洗 单纯的麦西傻傻跳进 大灰狼的圈套 整个人害羞地想沉到水底 利普坦直勾勾地盯着他 眼神恨不得把他吃了 他忍不住伸手抚摸他的脸 在想什么呢 麦西红着脸问他 你刚刚说女主人需要服侍骑士沐浴 那我也要这么做吗 利普坦瞬间黑脸 哪个骑士敢有这样的想法 他就把人扔到黄泉路上去洗 看着老婆白皙滑嫩的肌肤 他终于忍不住把人拉到胸前 我帮你洗 他边洗边吃老婆的豆腐 本打算洗完澡后饱餐一顿 但老婆却毫不设防 靠在他怀里沉沉睡去 他太累了 利普坦虽然想吃肉 但更心疼老婆 第二天醒来时 利普坦已经去练武场了 女仆温柔帮他玩好秀法 但黄色的抹胸橘衬的他格外娇艳 麦西有些雀跃 来领地的一路上都没好好打扮 也不知道利普坦喜不喜欢他这个样子 城堡里的下人们对他态度都很友好 管家向他介绍领地的历史 十年前利普坦获逢成为阿纳托的领主 他大力整治魔物入侵和加强防护 领地的人口才增加到当初的三倍 听到管家自豪的称赞丈夫 麦西也忍不住弯起眼 利普坦确实是个备受敬爱的领主 城堡里有很多需要修缮的地方 麦西默默叹了口气 接下来他有的忙了 来到练武场时骑士们正在训练 管家脑中锦银大作 领主不喜欢训练时间有外人闯入 我们还是回去吧夫人 麦西点点头 转身欲走却被一只大手拉住 从他刚来时利普坦就发现他了 因为昨晚没吃到肉 他一大早就黑着脸来训练士兵 见老婆招呼不打就要离开 他赶紧上前拉住他 声音里带着几分不满 怎么来了也不叫我一声 麦西抬起小脸看他 我 我在跟管家逛城堡 怕打扰你训练 你才不会打扰训练 扭头吩咐士兵们停练一小时 他要亲自带老婆去逛城堡 他牵着他往前走 气氛莫名有些尴尬 掌心传来的温热 让他不由想到昨晚泡澡的情形 麦西一张脸瞬间涨得通红 利普坦昨晚都那么累了 还要帮忙照顾他 他掩饰性的轻渴两声 他哪敢告诉老婆他昨晚岂止不累 简直是经历过程 利普坦将老婆揽在怀里 一脸骄傲地向他展示自己的领地 麦西好奇看向对面的塔 他解释那是露丝呆的地方 他经常在那研究魔法阵 见老婆一脸崇拜 利普坦粗意大发 不准好奇 语气还是那么强势 但麦西已经没那么怕他了 他知道这个男人是真心对他好 惊慌的走廊里 女孩被男人强势抱在怀里亲 他甚至等不及回房间 从刚刚老婆出现在晚宴的那一刻 他就特别想亲她 晚宴上利普坦郑重向大家介绍 这是他的妻子麦西 以后见到夫人一定要毕恭毕敬 骑士们友好的跟他问好 麦西紧张地握紧双拳 他还是不太适应这样的场合 老婆出现后利普坦就化身丁气狂魔 见他吃得太少 关心问他是不是不合口味 麦西赶紧摇头 他插了一块牛排放到他面前 你太瘦了的多吃一点 看着面前堆积如山的食物 麦西苦着一张小脸 他吃不了这么多 利普坦说自己认识的女人吃的都很多 麦西突然很在意 他认识的女人是谁呢 骑士们谈论起屠龙事件 他们的团长大人不仅一见就劈开了山脉 甚至还打赢了大陆最强骑士库亚赫 不愧是他们老大 见识简直举世无双 年轻男孩们听得两眼放光 麦西也听得十分认真 而事件主角却在专心投喂老婆 麦西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以前出席的晚宴严肃又令人窒息 而这里却是热情又随和 他忍不住跟着大家笑起来 胸前传来似有若无的触感 麦西吓了一跳 利普坦挑起他胸前的项链把玩 暗黑的眼眸注视着他 老婆乖乖坐在身旁 迷人的心香直往他的鼻尖钻 他早已被撩拨得心神顾鸣 手指忍不住来回触碰他的肌肤 细微的养溢如同羽毛青瓜他的心 麦西一颗心扑通直条 大掌顺着曲线往下 他伸手揽过他的腰 暧昧的气氛在两人周围蔓延 麦西紧张地叫出利普坦三个字 温暖的嗓音让利普坦心神一颤 他大掌一拍站起身 我夫人似乎喝醉了 我们就先离喜了 他拉着人穿过人群朝门口走去 骑士见兮兮调侃 看来老大今晚会很忙 我们喝我们的吧 利普坦瞬间飞来一道死亡凝视 有时间胡说八道还不如多喝点 如果让我看到你明天还活着 你就准备死在恋务场吧 众人纷纷在心中为他慕哀 刚走出房门利普坦就把人压在墙壁上亲 开阔的视野惹得麦西面哄耳士 他小声哀求 不 不要在这里 利普坦满足地抱着他 遵命我的夫人 他轻松将人抱起快步朝房间走去 麦西搂紧他的脖子让他慢点走 利普坦哪里忍得住 甚至还抱怨台阶怎么那么长 走到门口后 他碰得一声踹开房门 迫不及待将老婆放倒在床上 麦西红着小脸望他 先 先洗澡 利普坦直接拒绝 他可是吃过亏的 我待会再帮你洗 现在先做该做的事 急促地喘息暴露了他的动静 火热的胸膛贴上他的肌肤 麦西红着小脸乖乖配合 清晨滴答的雨声顺着窗檐落下 麦西惬意地窝在利普坦怀里 他低头宠溺地蹭了蹭他的头发 你的头发蓬松得像躲红云一样 我喜欢你披着头发 卷卷地披散在肩上特别好看 麦西心里一动 这是第一次有人夸赞他的头发好看 以前如母总说 他的头发颜色阴沉沉得很难看 利普坦起身坐在床边 你今天就待在床上好好休息 哪也不许去 看老婆一脸猛 他不自在地挠头 昨晚肯定累到你了 你今天可能会不舒服 麦西猛了两秒后脸色爆红 利普坦怎么能说得这么直接 也太难为情了 他害羞地扯过被子盖住自己 利普坦无奈服额 他老婆真的很容易害羞 工作太忙 夜深人禁食他回来 这个时间点老婆已经睡下了 这段时间麦西一直在忙着熟悉城中的事务 之前利普坦将布置城堡的任务交给他 按照他喜欢的风格来装修 金钱方面不用担心 一连几天他都忙着接见商人 学着购买整修城堡需要的材料 利普坦一直以为他是教养的千金小姐 实际上他根本没有管理城堡的能力 很多昂贵的材料他都没听过 只能听从商人的意见 为了不让利普坦失望 他每天晚上都在图书馆待到很晚 一边看账本一边学习相关的知识 今天几个裁缝上门来给麦西两尺寸 领主大人吩咐他们给夫人多做几件高级的衣裙 不必在乎价钱 麦西配合的转过身 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 他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在他身上花这么多钱真的可以吗 结束一天的工作后 他摇摇晃晃往房间走 避连几天的工作让他十分疲惫 在图书馆学了这么多天也没多大掌劲 他还是有很多地方不明白 他驻足思索该找谁帮忙 这么冷怎么穿得这么单薄 麦西注意到他腰间的一抹蓝色 好奇问那是什么 利普坦不自在地用披风挡住 没什么我们回去吧 麦西乖乖跟在他身后 利普坦却突然停下脚步 将腰间的花递给他 神情有些不自然 我看田野里开的花挺好看的就摘来了 结果一拿回来感觉好寒酸 你要是不喜欢就扔了吧 麦西将花紧紧抱在怀里 眼里带着几分惊喜 我很喜欢不会扔的 他没想到利普坦会为了他冒着雨去摘花 花朵的芬芳夹杂着雨水的清烈 就像利普坦身上的味道一样 他轻轻将脸贴了上去 眼角泛起胃珠 他真的特别喜欢 从来没有人像利普坦这样真是他 见老婆感动到落泪 利普坦不知道该说点什么 他红着脸挠挠头 干巴巴的说我们回房间吧 天气终于放晴 利普坦总算稍微空闲下来 他邀请老婆今晚一起去聚餐 麦西虽然还是不太适应和他的部下们相处 但他好几天没跟利普坦一起吃饭了 他跟随庸人来到门口 却意外听到里面传来争吵声 下属们提醒利普坦早该去王都参加胜利庆典了 如今雨也停了 他们应该即刻出发 否则陛下那边一旦怪罪下来会很麻烦 利普坦却执意将出发时间定在三日后 下属们都清楚他们领主这是舍不得走 但王室一直忌惮领主大人的实力 如果再不去参加庆典 国王那么多疑的人 只不定会再被后来拨报复 他们其实一开始就该去王都 而不是去公爵领地接夫人 麦西低头眼下眼底的失落 他不想再听下去了 我太累了 晚餐就送到房间里来吧 他失神地戳着面前的摆件 三天后利普坦就要离开了吗 门之下一声被推开 听说你累了 怎么不先睡 麦西不自在地解释 我没事 利普坦走进房间关上门 麦西忍不住偷瞄他 他是希望我已经睡了吗 最近这么忙 他们都没有好好说话 他主动找话题聊天 还好今天不下雨了 利普坦小声嘻南 他倒希望梅雨季更长一点 麦西手上拿着账本 视线却不由自主落在利普坦身上 他这次不会再像那天一样 一声不吭的就离开吧 感觉到老婆的目光 利普坦扭头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 麦西本想问他去王都的事 结果话一出口 却是问他手上的剑 利普坦细心地擦拭宝剑 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剑术大会的时候得的 麦西双眼崇拜地看着他 剑术大会赢了吗 当然 父亲从来只带妹妹去参加剑术大会 这样的活动他只在小说里看到过 听说获胜的骑士会和美丽的贵族小姐亲吻 利普坦有接过吻吗 麦西不小心将心里话问出口 他脸颊通红地捂住嘴 利普坦正住 他没想到自己的小妻子会问得这么直接 见他不说话 麦西紧张地握紧拳头 所以利普坦是不是也跟其他女人接吻过 利普坦开口打断他的话 他没有在那种场合跟贵女亲吻过 他当时只是个卑贱的佣兵 那些贵族看到他都会不自觉地皱眉 他也不觉得跟那些女人亲吻算什么荣誉 他起身凑到麦西跟前 眼里写满担忧 你脸色不太好 是不是不太舒服 太近的距离让麦西红了脸 我没有不舒服 只是有点累 利普坦注意到桌上的一些摆件 麦西解释那些是装饰宴会厅要用的摆件 会不会太浪费了 要不还是算了 不浪费 我想很快就要举办一场宴会了 利普坦聊起他的一缕秀发放在鼻尖闻了闻 他要为他举办一场华丽的宴会 他伸手抚摸老婆的脸 我知道现在的生活和你以前的相差甚远 再忍耐一下 我会让你拥有一切的 他亲密的捏捏他的下巴 我马上就要动身去亡辜 回来的时候给你带一车的礼物 麦西失落的垂眸 他真的要走了 他不想一个人留在城堡 看到老婆的反应 利普坦抿了抿唇 将头埋在他的双膝上 他真不想走 好想和老婆被关在卧室里歇几个月 歇几年更好 看到利普坦孩子气的举动 麦西一颗心莫名柔软 伸手摸了摸他的头 要打起精神来 利普坦呼吸一致 下一秒就忍不住笑出声 他好不容易才克制住 他老婆却主动撩拨他 他抬头望向他 漆黑的眼眸里默色翻涌 麦西紧张地开始打颤 人即将动身去王都 因为舍不得老婆 他抱着人在房间撕混了三天三夜 麦西累得浑身酸软 连抬手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 利普坦细心将葡萄味到他嘴边 看到老婆咀嚼的动作 他生出了难以言说的心思 自己真是够了 察觉到他脖子上的抓痕 麦西担心坏了 你受伤了 疼不疼 他不自在地别开脸 这哪是伤 这明明是老婆对他的认可 麦西自责地想找人去拿药 利普坦却紧紧将人抱在怀里 这点小伤不用管他 手指扣上他白皙的手腕 室内一片隐隐 醒来时利普坦已经不在身旁 麦西不安地走下着 他又趁我睡着的时候离开了吗 女佣解释领主大人还在练舞场 正午就要出发了 他松了口气 这次他可以送给他了 梳洗完后 麦西匆匆网恋无常感 利普坦正在整顿军队 余光扫到一抹绿色 他知道是老婆来了 麦西愁愁不安站在原地 贸然出去会妨碍到他吗 下一秒利普坦就出现在眼前 他红着脸望他 早 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利普坦吩咐骑士们先去吃饭 转而将视线落在他身上 你身体怎么样了 最后的时候你好像有点疼 麦西一张小脸红得快冒烟 爷 别在这种地方说这些话 万一被别人听到怎么办 他笑着捧起他的脸 他老婆真是单纯又可爱 他将人紧紧抱在怀中 真不想离开 麦西回抱住他 他也好贪恋这一刻的温暖 到了正午时分 利普坦夸坐在马上 他依不舍地看着面前的人 麦西走上前 像普通妻子一样叮嘱他路上小心 要早点回来 这样的话他是第一次听到 终于也有人在家盼着他归来 他俯身轻柔在他唇上印下一吻 乖乖等我回来 周围都是人 麦西一张小脸张的通红 我等你回来 伴随一声令下 马蹄声响起 一行人的身影渐行渐远 看着空荡荡的城堡 麦西没来由有些失落 管家感慨领主大人变了很多 这还是他第一次说自己会尽快回来 以前他每次离开 总是一句话不说就悄然离开 他们都很担心领主大人不会再回来 自从夫人来了这里 领主大人才真正将这里荡成了家 他们都很感恩上天将夫人送来了这里 听着这样的赞美 麦西心里的不安却不断扩大 他从来没有为利普坦做过什么 他其实就是个没用的人 根本配不上这些称赞 等到他们和利普坦发现真相 他或许又会再一次被抛弃吧 利普坦离开后 麦西就病倒了 女仆们寸步不离守在他的床边 可他最想要的还是那个温暖的怀宝 深夜的丛林里传来魔物的嘶吼 骑士们也认有余抽刀斩杀 走这条捷径能最快抵达王都 利普坦起码走在最前面 脑海里充斥着那道温软的嗓音 我等你回来 心中泛起阵阵涟漪 他再次挥动马鞭加快速度 吩咐落后的人自行跟上来 自一场被胁迫的婚姻 让男人娶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孩 利普坦新婚第二天奔赴战场 三年后凯旋而归 第一件事就是去岳父家接老婆回家 白天在练武场操练士兵 晚上回房间就跟老婆贴贴 跟他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但国王邀请他去参加庆功宴 小夫妻不得不暂时分别 他温柔吻别他的红唇 许诺回来会给他带上很多礼物 看着利普坦离去的身影 麦西怅然若失 这段时间的相处 早已让他蹦了心 利普坦是救了整个大陆的英雄 庆功宴上一定有很多小姐倾心于他 到时候他会后悔跟他的婚姻吗 麦西暗自下定决心 他要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 能配得上站在他身旁 他开始着手修缮城堡 可格局布置和装修材料 每一样他都是一知半解 这对他而言实在太过吃力 卢斯主动帮他进行私人教学 可他们夫人的学习进度实在太慢了 一堂课下来 卢斯都快去了半条命 他真想撂挑子不干 让他另请高明 麦西眼巴巴地看着他 你说过会帮我的 卢斯忍不住吐槽 你们夫妻俩还真是一样的难产 麦西红着脸反驳 利普坦才跟他不一样 他责任心很强 人也特别好 卢斯原地实话 他真是多于说那一句 一连几日的学习 让两人都挂上了熊猫眼 好在多日的付出有了成效 麦西从一开始的小白 进阶成了一名合格的学生 多亏了卢斯 让他节省了不少预算 修缮城堡的工作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看着周围的变化 夫人们脸上都充满了期待 总算有点城堡的样子了 真期待修缮好的那一天 领主大人回来 一定会大吃一惊的 麦西有些雀跃 利普坦回来看到会高兴吗 应该会吧 毕竟连卢斯都说不错了 轻松吹起他的头发 耀眼的红色 让他有片刻失神 利普坦夸赞过他的头发 就像红云一样 他忍不住遥望远方 思念渐渐涌出心房 不知道利普坦 有没有平安到达目的地 冬日即将到来 麦西到马就询问 老胡需要购买什么 他认真将要买的东西记录好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麦西成长了很多 至少见到陌生人 不会再害怕到发抖 口吃也没那么严重了 路斯送来利普坦的电报 他说等胜利一事一结束 就立马回来 以骑士团的速度 最多十天就会到达领地 麦西的眼眸里染上笑意 脚步也不由得变得轻快起来 再过十天就能见到他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 利普坦的归期也越来越近 而就在这天 城堡外来的不速之客 一个自称黎巴顿的贵族 带着骑士找上门岸 说是要加强倾慕 碍于对方的身份 他们不能轻易将人拒之门外 以免被对方记恨发动战争 但如果把人放进来 要是对方怀有不轨之心 他们会很难对付 毕竟利普坦和雷德骑士团 都不在领地 麦西骑上马跟随路斯前去交涉 他暗暗给自己打气 利普坦不在 他一定要守护好领地 人出差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拉着老婆回房间 做全身检查 他摘下冰冷的护具 大手熟练地伸向后背 解开他的记带 只要发现一处伤痕 他就砍掉入侵者一个脑袋 回想起刚刚看到 他瘫坐在地上的那一幕 利普坦仍旧心有余悸 要不是他今天及时赶到 后果不堪设想 几个时辰前 一个自称是黎巴顿的贵族 带着一行人前来拜访 守卫让他出示身份牌 对方却说不小心弄丢了 按照领主大人的命令 身份不明的人一律不准放进来 考虑到对方可能真的是贵族 他们不能贸然将人得罪 麦西鼓起勇气走上前 作为城堡的女主人 他需要跟对方进行交涉 麦西建议他去其他教区 补发身份牌再来拜访 男人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 甚至还嘲笑他话都说不利索 麦西羞愤的低下头 还没等他开口 路斯就主动挡在他面前 警告他们不准对阿纳托的女主人无礼 看着路斯维护他的背影 麦西暗暗给自己打气 他现在是阿纳托的主人 绝不能在这时候退缩让人看笑话 我 我说了不能开城门 请带上身份牌再来拜访 底下的男人开始叫嚣挑衅 我们不过区区三十来人 竟然让你们如此忌惮 我真是一群胆小鬼 领主不在你们就什么都做不了 奥巴伦卿被他激怒 大喊着要下去教训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而这郑重男人下怀 他率领骑士向城门挖动攻击 无数石块开始掉落 城门被砸出一道口子 路斯按道不好 赶紧设置防御节节挡住他们的去路 一个骑士一件猛的朝节节跑去 防御的护罩顺便裂开 对方竟然是高等骑士 路斯脸色沉重 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 他们就能攻进来 奥巴伦卿率先跳下城楼 他的武力直勉强能拖住对方一段时间 路斯让麦西先找个安全的地方躲一躲 他听话转身 却不小心踩到狮子扭伤脚 路斯赶紧上前将他扶起 吩咐守卫将夫人带去安全的地方 而就在此时 城门结界被迫 对方带着人杀了进来 百姓们被吓得四处套窜 麦西着急拉住路斯的衣角 他想再去跟对方谈一谈 他不能扔下百姓们自己逃命 路斯说话毫不留情 你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说完他就转身加入到战斗中 厮杀声磁器比拂 麦西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但他清楚他什么也做不了 就在这时 百姓们听到了熟悉的马提声 领主大人带着雷德骑士团挡回来了 众人眼里闪烁着激动的泪花 入侵者们身体瞬间僵住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 马提声渐渐使劲 利普坦神色冷军地看着眼前的一幕 眼眸里泛起杀气 看来我不在的时候 家里来了客人啊 他屈指向前示意 身后的骑士团们立马跟了上来 为经主人邀请就来的客人该怎么称呼 叫不速之客团长 我觉得这更像是强盗吧 巨大的气场让入侵者们害怕的瑟瑟发抖 利普坦眼眸森然 竟然敢跑到我的地盘上来撒野 想好墓碑上要客什么了吗 看到利普坦眼里的杀意 男人赶紧解释自己的来意 是这些人无理地将我们拒之门外 我们之间只是发生了一点小摩擦而已 利普坦朝四周瞥了一眼 残破的城门 受伤的守卫 这就是你眼里的小摩擦 他嘴角勾起一抹冷笑 毫不客气拔出利剑 男人被吓得连连后退 请求利普坦能饶他一命 他愿意为自己的行为道歉 尖锐的刀尖指向他的喉咙 利普坦的语气里不含一丝情绪 率领军人攻击城门意味着宣战 作为回报我会砍下你的脑袋 男人吓得脸都白了 他垂死挣扎 你是要撕毁弃国协议吗 你这么做黎巴顿的王室不会放过你呢 杀了我就注定要开战 利普坦眼神冰冷 那可真是令人期待啊 他果断举起利剑 就在他即将砍下时 路斯跑上前制止了他 如果此人真是黎巴顿的贵族 绝不能在这里杀了他 还是先查清他的身份 到时候再决定如何处置他 毕竟战争只会两败俱伤 还不如履行合法的程序获取赔偿金 利普坦不为所动 刀尖再次指向男人的喉咙 想要什么直接攻进这家伙的领地全部抢过来 哪里需要什么程序 身后的骑士们纷纷赞同 路斯无奈使出大招 这样做会和黎巴顿产生摩擦的 更何况你想让夫人看到你这样的骑士精神吗 利普坦眼神一颤 整个人有些愣住 顺着路斯指的方向 他看到麦西郎被瘫坐在地上 刚刚一群骑士围着他 所以他才没看到人 利普坦脸色更黑了 为什么我夫人会出现在这种地方 领地内出了问题 夫人替领主大人调节纷争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利普坦紧握刀饼 思索再三后决定给他们一条生路 只要放下武器不反抗 他可以留他们一命 男人不想待在这个阎罗的地盘 恳求放他们回去 利普坦眼神冰冷地射向他 袭击了我的领地还妄想能安然无恙离开吗 要么投降 要么死在这里 两条路你选一个吧 男人瑟瑟发抖 最后失去地放下武器 一行人被压入地下监狱 麦西亮枪地站起身 刚刚听到利普坦回来的消息 他整个人放松下来 身体无力跌坐在地上 还好利普坦及时赶到了 利普坦黑沉的脸走向他 你出来干什么 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呢 麦西小声解释领地出了事 所以他才出来 利普坦控制不住对他吼 你出来又能做什么 麦西沮丧地低下头 他确实什么也做不了 大掌揽过他的腰枝 利普坦将人抱坐在马上 他吩咐属下把这里打扫干净 他先带夫人进城 一路上麦西都不敢说话 明明利普坦离开前那么温柔 现在却变得这么冷漠 认错的话涌上喉间 他只求利普坦不要厌恶他 他祈祷利普坦看到城堡 焕然一新后能消气一点 可对方根本看都不看一眼 麦西小声说要自己下来走 利普坦冷落一扫 老实待着 走进房间后 他碰着一身关上房门 麦西无措地站在原地 他现在这么生气 一定会骂死他的 说不定还会像父亲那样提罚他 麦西有些委屈 他作为领主的妻子 只是想出面解决问题 他刚想开口说点什么 利普坦突然转身大步朝他走 他俯身凑近 温热地稳落了下来 好半场后他才松开他 要是我没有及时赶到 你要怎么办 我 我没想到他们会突然砸门 利普坦不由地提高音量 你从一开始就不该出来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绝不能让自己涉险 听懂了吗 麦西乖乖点头 利普坦后怕地将人拥入怀 当他看到他瘫坐在地上的那瞬间 他感觉浑身汗毛都要立起来了 他马不停蹄赶回来见老婆 结果却看到那样惊险的一幕 感觉到他颤抖的身躯 麦西伸手抚向他的脸颊 原来他没有生气他自作主张 他只是在担心他 明明要十天的路程 他只用了八天就赶回来了 麦西心疼又愧疚 对 对不起 吓到你了 利普坦轻轻将他推开 目光认真的扫视他 你有没有伤到哪 没 没有 利普坦解开手上的护具 给我看看 我要亲自检查 大掌熟练身向后背解开他的忌惮 有一处伤痕他就砍掉一个人的脑袋 灼热的呼吸喷洒在胸前 麦西一动不敢动 看到肩上的红痕 利普坦眼里寒光一闪 有一个家伙失去了他的脑袋 麦西赶紧解释 这是在图书馆撞到的 利普坦压根听不进老婆的话 他将人抱气走向床 他要仔仔细细地检查 大手掀开他的衣裙 膝盖上的红痕格外刺眼 就凭这一处 他们就该全部处死 麦西赶紧从床上坐起来 慌张解释这是他自己摔的 已经不疼了 不要为了他杀人 利普坦紧紧握着拳 那群人不仅侵犯了他的领地 还伤了他的妻子 就算杀光他们全族也不解恨 可 可是你好不容易才回家 要是打仗了 又要去很远 他不想再跟利普坦分开 利普坦争了片刻 转身捧起他的脸吻了上去 他总是能轻而易举地牵动他的心 过去的几个星期就像几年一样漫长 他一直都在想他 他握起他的手 放在唇边亲了一口 俯身将人压在身下 他早已忍耐不住 迫切地想把人拥入怀 人只是去王都参加烫庆功仪式 回来十家险些被偷了 不仅城门被迫 老婆也差点受伤 如果不是担心老婆看到他暴力的一面 这群混蛋当场就得脑袋搬家 他抱着人回房间仔细检查 好在他回来的及时 老婆并无大碍 利普坦松了口气 滑腻的触感游荡在指尖 他气息急促 克制不住将人压在身下 麦西也大胆地回应他 因你的氛围在四周蔓延 事后麦西泪的沉沉睡去 暖炉里的木材劈啪作响 他迷迷糊糊睁开眼 看到利普坦正站在暖炉前 见老婆醒了 他立马抬脚走向床榻 麦西费力坐起身 你什么时候洗得早 我都不知道 你太累了 不过也难怪 我们好久没这样了 要不是得去审问那些入侵者 他才舍不得从床上爬起来 麦西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审 审问过了吗 那人的确是黎巴顿的贵族 不过只是个小角色 他被同父异母的弟弟 抢走了继承人之位后 就偷了传家宝一路逃到这里 利普坦边说边 抬起老婆的下巴 那人估计是听说 他在龙之谷挖到庞大的宝物 所以想趁此机会来抢劫金库 修长的手指扶上他的耳朵 周围瞬间染上一亩红韵 利普坦语调漫不经心 不过那家伙做梦也没想到 十天的路程 他只用了八天就赶回来了 要是他像平常一样赶路 后果不堪设想 利普坦越想越起 真该把那些家伙的脑袋 砍下来挂在城墙上 听到他那愤怒的声音 麦西担心地扶上他的手臂 如果利普坦真的伤害了那个贵族 两国一定会发生冲突 看到他不安的眼神 利普坦抿了抿唇 怒气散去了不少 他坏笑着看着他 你说的对 我一想到要离开你上战场 就感觉像人间地狱 明天天一亮 他就联系那家伙的老爹 让他管好自己的儿子 并索要赔偿金来了结此事 麦西松了口气 利普坦笑着吻上他的香肩 熟悉的玫瑰味充斥在鼻尖 麦西忍不住笑出声 利普坦头发上有玫瑰的香味 他神色有些不自然 我只是觉得你可能会喜欢这个味道 是不是有点不够男人 麦西的心随之颤动 一开始他以为这个男人 会像父亲一样凶藏可怕 没想到他也会有这么可爱的一面 他伸手捧起他的脸 将他拉近到自己跟前 麦西红着脸主动将唇贴上去 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利普坦一直都很男子汉 利普坦瞳孔瞬间放大 这还是老婆第一次主动清他 他反客为主 霸道地吻了上去 贪婪地搜取着属于他的气息 他急切将人压倒在床上 看来他这辈子都要用这个香皂洗澡了 麦西有些吃不消 利普坦耍来说都是他先诱惑自己的 麦西在第二天的午后才睡醒 他前往餐厅用午膳 想到利普坦赶回来还没好好休息 就忙着去工作 他心里有些不是滋味 刚到餐厅就看到骑士们正在用膳 空气安静一瞬 因为父亲的缘故 骑士团的人对他态度一直很冷淡 露丝开口打破僵局 你的伤不要紧吧 是 只是稍微滑了一下 露丝伸手拉开旁边的椅子 先坐吧 午膳一会就好 麦西有些局促地坐下 他忍不住偷瞄四周 听说骑士们没什么特殊的事 都是在宿舍餐厅吃饭面 众人低着头一言不发 气氛略显尴尬 麦西忍不住开口问 利普坦去哪了 领主大人去修理城门了 经过这次的事 他打算再加一个防御模具 他本来就对防御有着并态的执着 那该死的贵族又添了一把火 麦西甘笑两声 越 越安全越好吗 露丝臭着一张脸 为了做那个防御模具 他从昨天忙到现在 骨头都快散架了 女佣将午膳端上来 麦西咬了一口热汤放进嘴里 连露丝都这么说了 看来制作模具真的很难啊 露丝似乎想到什么突然抬起头 夫人您会基础数学吧 麦西差点一口汤呛道 隐约猜到露丝想干什么 他避开目光假装喝汤 时 食物很好吃 露丝微微眯起眼 您就是这样报答我的恩惠吗 麦西左右为难 我 我学士浅薄 帮不了魔法师大人 露丝装得可怜巴巴 您只要帮我做简单的计算就行 这种程度您完全可以胜任 旁边的骑士看不下去了 魔法师你差不多得了 你怎么能对夫人这么无礼 露丝假装耳聋 继续盯着旁边的麦西 麦西败下阵来 知道了 我帮忙就是了 露丝一脸笑意 我不会忘记您的大恩大德 旁边的骑士感到惊奇 你们好像比之前亲近了很多 麦西小声回应 露 露丝在修缮城堡时帮了我很多 骑士不自然咳嗽一声 语气有些生硬 城堡确实比之前好多了 黄发骑士内容表情拉开眼子 吃完了就走吧 骑士们一个接一个起身离开 看着他们的背影 麦西沮丧地低下头 露丝叹了口气 雷德骑士团被克洛伊公爵算计过 也难怪他们会是这种态度 这次远征讨伐恶龙胜利 的确让雷德骑士团在大陆声明远扬 但要是稍不走运 骑士团就会走向灭亡 毕竟恶龙是那么恐怖的存在 要不是有利普塔 刚刚坐在这里的一些人可能已经死了 克洛伊公爵将这个危险的任务推给利普塔 而他的女儿在面对那个被逼向绝境的丈夫时 不仅不闻不问 甚至拒绝来领地 所以骑士们才会对他态度无虑 露丝希望麦西不要太放在心上 麦西的唇淡微微站立 他当时根本不知道有人来接他 他以为利普塔被逼去了他 心有不满才一声不想抛下他离开 麦西神情落寞 事到如今 他说再多都像在狡辩 这时女佣一脸笑意找过来 夫人 领主大人吩咐我带您去花园 诺大的花园里 佣人们正在忙碌的搬运箱子 利普塔余光扫到老婆的身影 他对他招招手 麦西 过来 麦西欢快地跑过去 这 这些都是什么呀 利普塔温柔拉起他的手 原来是被属下拐来图书馆工作了 他语气不悦 我催你做模具 你就来使唤我夫人吗 路斯理直气壮 城堡里十字又会算数的只有夫人一个 我也是没办法 麦西担心两人争吵起来 他轻轻揪住利普塔的衣角 我 我不要紧 阿纳托的安全最重要 但利普塔还是不想让老婆冒险 路斯听得额头轻轻直跳 我这里哪里危险啊 您是怕夫人被羽毛笔扎伤吗 利普塔不信他的鬼话 他动不动就搞出爆炸 万一伤到他老婆怎么了 路斯翻了个白眼 他做的是防御模具 即便发生意外 也只会让图书馆更安全 看他脸色不好 麦西小心拉住他的衣角 别 别生气了 路斯说没有危险的 看到老婆小心的样子 利普塔不由失效 我没有生气 只是在担心你 既然你想帮忙那就帮吧 不过不许太累了 大掌将老婆揽入怀 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带你去个地方 说着揽过老婆 不顾路斯死活就要离开 路斯简直头大 您连盔甲都没穿 这是要去哪 利普塔扭头回答 他今天休息 要带老婆去放松一下 路斯听着嘖嘖称奇 一个工作狂 竟然也会有放松的一天 麦西好奇问他要去哪 不是送了你一匹马吗 今天带你去骑马 马是利普塔回来 试给他带的礼物 通体雪白 性子温顺 正好适合麦西 麦西上前小心抚摸 他还是第一次 见到这么漂亮的马 他真的可以收下马 利普塔宠溺地看着老婆 他已经是你的了 除了你 还有谁有资格骑 这么漂亮的家伙 喜欢这个礼物吗 麦西红着脸点点头 这还是他第一次 收到这么棒的礼物 看着老婆的笑颜 利普塔目光灼热 他走上前 不顾来往的佣人们 低头亲了他一口 我再带你去看看别的礼物 麦西一呼 还 还有别的吗 当然 利普塔带着他往前走 现在正在搬的 都是给你带的礼物 突然他想想到 什么停下降步 我好像还没好好夸过你 城堡变好了很多 管家也说你很辛苦 麦西偏头看他 那 那你喜欢吗 利普塔笑的温柔 当然喜欢 早上下来的时候 我还以为一夜之间 搬到其他城堡去了吗 麦西放下心来 昨天利普塔回来 什么都没说 他还以为他不喜欢 利普塔无奈解释 一回家就看到 老婆贪坐在混乱中 他哪还有心思关注城堡 一想到昨天发生的事 麦西垂着眼沉默不语 利普塔轻轻摸了摸他的头 别哭丧着脸了 我不会再为这件事生气了 我带你去看别的礼物 华丽的披肩穿在麦西身上 秤得他高贵无比 可越是这样珍贵的东西 越发让他不安 察觉到他脸色不对 利普塔温柔抚摸他的脸 怎么这副表情 不喜欢吗 麦西赶紧摇头 我 我很喜欢 可是你这次去不应该很忙吗 怎么有时间买这么多东西 因为我你在科洛伊城的宝石和衣服都没带过来 我就算挤出时间也得补偿你啊 真诚的话语刺痛了麦西的心 他强颜欢笑 公 公西都很美 麦西一颗心止不住往下沉 他一直把他当作高贵的公爵小姐 要是有一天他发现真相 会不会觉得他就是个骗子 利普塔因为公事要先离开 麦西也没有继续拆礼物的心情 他让庸人将礼物保管起来以后再看 他先去忙别的事 天色渐晚 利普塔还是没有回来 第二天醒来时 他发现自己整个人都窝在利普塔怀里 他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 他小心一开他的手臂 利普塔睡得很沉 看来真的是累坏了 从王菇回来他就一直没好好休息过 他忍不住伸手拨动他额前的碎法 眼里隐满笑影 他的脑子好像越来越奇怪了 怎么感觉利普塔睡着的样子都这么可爱 既阳光明媚 利普塔带着娇妻到野外扑位 他将人抱坐在腿上 一脸坏笑地凑近他 下一秒就低头吻了上去 他急切将老婆放倒在草地上 尽管周围没有其他人 但麦西仍旧害羞得厉害 明明一开始利普塔是说带他来骑马的 麦西担心他工作太累 建议还是回房休息 利普塔有些好笑地看着老婆 他又不是老头子 还不至于要卧床休息 他眼神野余 如果老婆非要在卧室打发时光 他也乐意奉陪 麦西脸色爆红 利普塔宠溺地将人拉进怀里 大掌握住他纤细的腰肢 他低头在他额头硬下一吻 虽然老婆的建议很诱人 但今天他还是想带他去草原看看 他将人带到马厩 向他介绍自己的爱马 这家伙麦西之前也骑过 除了性格差其他无可挑剔 看到利普塔眼神流露出欣赏 麦西都有些嫉妒这匹马了 利普塔将目光移向旁边的白马 你给他取名字了吗 麦西愣了一下 他也不知道取什么名字好 看着这匹马 麦西不由想到利普塔率领 雷德骑士团赶到的那一幕 就叫他雷吧 他温柔地看着老婆 要不要骑一下试试 他小心将人扶坐上马 麦西紧握缰绳绳 身子有些僵硬 他一直待在克洛伊城 基本没怎么骑过马 这一点利普塔自然知晓 都说克洛伊公爵的长女身子孱弱 不喜出现在人前 人们都对他这个长女很感兴趣 甚至曾有一个骑士 但是克制不住对他的好奇 偷偷潜入克洛伊城去看他 麦西手上的力道不自觉紧了几分 利普塔也是听了传闻 才对他抱有兴趣的吗 他笑得勉强 那那个骑士一定很失望吧 他冒险去看的只是个平凡的女人 其实连平凡都说不上 但他不想在丈夫面前点滴自己 利普塔眼里闪过一丝困惑 你怎么会这么想 你明明可爱又迷人 见老婆似乎不相信 他缓缓靠近他 如果你的容貌让我失望 那我在卧室里就不会有那么热情的反应 他轻咬他放红的耳尖 难道是昨晚让你安心睡了一觉 让你这么快就忘记自己的魅力了 利普坦笑得暧昧不明 既然如此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卧室吧 麦西红着脸赶紧摇头 快些走吧 不然天亮之前都出不了城了 风声呼啸在耳边 两人不知不觉间来到草原 周围环境安逸平静 只听见枯叶凋零的沙沙声 利普坦扭头瞥了他一眼 麦西整个人身子前倾 紧张的握紧缰绳 他忍不住开口打去 原来夫人的棋数这么差呀 他缓缓上前开始指导他 你要放松上半身 同时处理收紧大腿平配合马匹的行径运动 就像你坐在我腿上的时候的一样 麦西通红着脸惊叫他的名字 不 不能在外面说那种低俗的话 利普坦厚着脸皮笑 这里又没有别人 怎么这么害羞啊 在床上的时候你也是这样 麦西身子一颤 差点坐不稳从马背摔下去 利普坦赶紧伸手稳住他将他扶着 他轻声哄着他 好了好了我不说了 别激动 嘴角仍旧是止不住的笑意 他俯身在他额头亲了一下 麦西惊得瞪大眼 因为这个亲密动作 他险些再次落马 利普坦又一次伸手抓住他 终于忍不住放声大笑 看来我得重新教你怎么好好坐在马上了 麦西苦着张小脸 您 您不招惹我 我还能骑得稳一点 利普坦戏谑地看着他 那我可要看看你说的是不是真的 说完他坐马往前跑 麦西也赶紧策马跟了上去 两人一前一后漫步在草原 他忍不住偷看丈夫 利普坦的骑术明明很好 但他还是细心调整速度 让他能更容易追上他 利普坦突然丢出个问题 你虽然不喜欢骑马 但应该挺喜欢动物的吧 麦西呆愣愣地看着他 您 您怎么知道 利普坦不自在地解释 以前去克洛伊城的时候 曾看到他坐在庭院里 抚摸着窝在他膝盖上的猫 那温柔甜静的一幕让他记忆犹新 麦西说猫是厨房养来抓老鼠的 但他狩猎技术太差 经常饿肚子 所以他总是偷偷给他喂吃的 利普坦细心伸手 移开他面前的树枝 除了动物你还喜欢什么 你几乎从来不说自己的事 为什么那么不愿意表露自己 麦西的心猛然下坠 他一直很害怕利普坦 认识真正的他 他有些心虚 我也没有特别不愿意 你也没问过 利普坦一正 随即问道 那你喜欢什么 讨厌什么 都跟我说说看 麦西却让他先说 利普坦无奈耸了耸肩 开始一一列举自己的喜好 他喜欢马喝酒 保释黄金和强大的武器 大部分男人喜欢的他都喜欢 至于讨厌的东西 他讨厌骗子还有废物 听到这里 麦西的心仿佛沉入了无尽深渊 尽管这番话不是针对他说的 他整个身躯仍旧因此站立不已 利普坦偏头示意轮到他说了 麦西迅速掩饰自己的情绪 装作若无其事 他喜欢小动物还有看书 在克罗伊城的时候 他经常去图书馆 这里的图书馆 也有很多珍贵的书籍 虽然大部分都被露斯当被子改了 利普坦使坏问道 需要我把那家伙赶出图书馆吗 麦西赶紧摇头 这样的话 露斯会折腾他一辈子的 利普坦的声音染上几分醋意 你跟那家伙好像亲近了不少 露斯在修缮城堡时 给了我很多建议 他虽然说话刻薄 但他是个好人 利普坦赞同的点点头 那家伙确实是个忠诚之人 那你讨厌的东西呢 麦西手上动作一顿 他抿了抿唇 他最讨厌的是他自己 利普坦有些困惑 还没来得及问原因 麦西就策马向前飞奔而去 看着老婆的背影 他立即纵马追上他 骑了一会儿后 利普坦拉平缰绳 提议休息一会儿再骑 麦西这才意识到 他们已经骑了好一段路了 利普坦握住他的腰肢 轻松将人从马上抱下来 看着老婆红扑扑的小脸 他忍不住低头亲了一下 两人随意在一棵大树前坐下 看着金黄色的田野 他不由夸赞到这里好美 利普坦告诉他 到了春天会更美 到时候草原绿油油的 还会开满鲜花 麦西开始期待 阿纳托的春天到来 利普坦抬起手 将人揽到披风下 已流了这么多汗 身体会着凉的 麦西乖乖钻进他怀里 他忍不住逗他 明明刚才还那么害羞 阿凡找出自己带的葡萄酒递给他 麦西接过来小口喝着 利普坦注视着他的动作 也为我喝一点 他乖巧将拼口对准他的嘴 利普坦仰头喝了几口 他随意擦了擦嘴 深情地望着他 为什么讨厌自己 麦西垂下眼 他还以为这个话题过去了吗 利 利普坦没有讨厌过自己吗 他回答简单明了 有是有 但没有讨厌到被人问讨厌什么事 第一个想到的答案是自己 麦西嘟嘟囔囔说道 那 那是因为你也没有那么让人讨厌的地方 利普坦被他逗笑 低头亲了他一下 那你说说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麦西红着脸细数他的优点 利 还有呢 麦西忍不住偷看他 双颊红的发烫 还 还很英俊 他有些怀疑的看着老婆 你真的觉得我英俊吗 麦西迷惘地望着他 这一点毋庸置疑啊 他的审美跟其他人也是一样的 利普坦抿了抿唇 语气有些嘲弄 可我每次去克洛伊城 你看到我就抖得跟看到食人魔一样 仿佛我在靠近一步你就要落荒而逃了 麦西心虚解释 那是因为他个子很高表情又冷漠 看起来总是一副很生气的样子 所以他每次看到都害怕 利普坦低头看他 那现在还怕我吗 麦西摇了摇头 利普坦将人拉近自己身旁 低头吻了上去 麦西惊得瞪大眼 他红着脸推他 利 利普坦 不能在外面这样 利普坦将人抱坐在腿上 没事的 这里就我们两个 就算有人来 我也能第一时间发现 话音刚落 他又立即吻了上去 他将脸埋入他的肩颈处 你身上有冬天的味道 他将老婆放倒在草地上 麦西深吸口气 此刻的他大脑一片空暖 只记得利普坦身上 仿佛也有冬天的味道 甘涩中带着冷冽 让他沉醉又着迷 普坦埋在老婆井间偷乡 女佣进来送早餐 对这样的情景 早已见怪不怪 整个城堡的人都知道 他们领主大人 只要空闲下来 就喜欢黏在夫人身边 他放下早餐时去离开 门眼上的瞬间 领主大人还在跟夫人腻挽 麦西来到图书馆继续工作 路斯强撑着眼皮检查他的作业 学得比他预期中要快 多亏了麦西的帮忙 照这个速度 明天就能完成模具 麦西感到很惊奇 他完全没想过 魔法竟会跟文件打交道 路斯伸了深揽腰解释 魔法需要经过精密的计算和研究 只有在战场上 施展魔法时才会觉得刺激 他好奇问 他是不是世界塔的魔法师 路斯叹了口气 他曾经的确是那里的魔法师 那个地方汇聚了世间所有的知识 进入世界塔的魔法师 一旦晋升到更高阶的等级 其言行就会受到严格限制 这是为了确保 他们不会利用个人力量来扰乱世界 绝大多数的高级魔法师 一生的大半时间都要在世界塔度过 他不喜欢那样的生活 所以逃了出来 麦西惊了瞪大眼 魔法师都这么胆大妄为的吗 那 那你是从世界塔出来 流浪的时候遇到利普坦的吗 路斯点点头 那个时候他刚当上佣兵没多久 但利普坦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 甚至被人称作为彻头彻尾的疯子 年仅16岁的他仅凭一把短刀 连盔甲都不穿就单挑食人魔 眼睛都不眨就跳进斑龙嘴里 把龙的头骨劈成两半 麦西冒出一身冷汗 他 他现在还做这种危险的事吗 路斯让他别太担心 以利普坦现在的实力 已经能轻松干掉大部分魔物 除了屠龙那次 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再冒着生命危险形势了 麦西心里一颤 屠龙那次究竟发生了什么 路斯告诉他 利普坦由于经常被魔物的体验 身体发生变化 有了一种特殊的能力 他能暂时吸收外部的魔力转化魔物 简言之 是他先开口问的 虽然路斯说利普坦不会再做那么危险的事 但一想到等冬天过去 利普坦就要奉亡命出发远征 他就焦虑的喘不过气 夜晚利普坦回到卧室 他说两天后要去讨伐魔物 估计会驻扎四五天彻底铲除他们 麦西一颗心瞬间提了起来 会 会不会有危险 利普坦愣了一瞬 接着不由的失效 他老婆是担心他会被那些魔物干掉吗 他笑着跟他解释 这次讨伐魔物虽然麻烦但并不危险 就跟猎兔子差不多 麦西还是放心不下 要 要是没什么危险 那放着不管也可以吧 利普坦语气严肃了几分 守护这片土地是我的责任 你是要让我亡乎之手吗 这些下级魔物繁殖力惊人 如果不彻底斩草除根中会成隐患 麦西急忙向他道歉 是他太自以为是了 见老婆被自己的语气吓倒 利普坦挠了挠头 我不是在冲你发火 他朝他伸出手 麦西 过来 他愣了片刻 随即扑进他怀里 利普坦紧紧将人抱在怀温柔哄道 明天赔偿金一道 罪人们都会被驱逐阿纳托 露斯说防御魔剧明天就能完成 所以就算我不在城里 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他伸手抚摸麦西的脸庞 眼里满是不舍 他也不想离开老婆 但他有必须要做的事 麦西轻轻闭上眼感受这一刻的温馨 他贪恋地将老婆抱在怀里入睡 麦西却迟迟没有睡意 一想到利普坦好几天都要睡在天寒地洞里 他就觉得心痛不已 是不是身为歧视的妻子 就要做好忍受孤独的准备 他害怕他们之间越来越清静 会让之后的每次离别都难上加满 老夫妻待在房间里腻歪 利普坦拿起木书帮老婆书发 麦西红着脸 他其实可以自己来的 利普坦贪恋地挑起一缕红发清秀 接下来好几天都摸不到了 他今天要摸得够 他眼神发亮地看着他 怎么样 我的手法进步了很多吧 麦西侧头在他脸上亲了一口 他微红着脸 这 这是感谢的闻 利普坦惊得瞪大眼 身子有些僵硬 他宠溺地看着他 下一秒就紧紧将人抱在怀里 他本来就舍不得离开 老婆再这么撩搏他 他就更不想走了 他亲密地抵着他的额头 语气暧昧 等我回来可不会轻易放过你 女佣静止站在一旁 对领主大人跟夫人的溺烫 他早已司空见惯 今天准备测试防御模具 百姓们跟骑士纷纷前来围观 随着轰隆一声巨响 模具开始运走 利普坦满意地点点头 城门打开后 路斯黑着脸走过来 有必要搞这么大的阵仗吗 利普坦表示很有必要 他要让大家看到 哪怕他不在领地 阿纳托也是绝对的安全 麦西扭头看他 他知道利普坦这么做 是为了让百姓们安心 他转头看向墙上的模具 没想到这么小的东西 居然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他好奇问路斯模具是用什么做的 路斯说是用蛇怪的骨头 麦西瞬间感到毛骨悚然 路斯不理解他的反应 吃肉的时候不也会吃到骨头吗 麦西赶紧解释 这两种骨头哪能一样 利普坦扭头叫了老婆一声 他要带那些犯人去见黎巴顿的来世 他吩咐路斯跟纳尔塔先送夫人回城 麦西乖乖听同他的安排 他骑马跟在两人身后 而前面的两人一路上都在斗嘴 路过市场时 路斯提议去买点药草跟磨食 纳尔塔一脸无语 这种私事你不会自己出来办吗 他们现在的任务是护送夫人回城 路斯一脸黑线 夫人又不是一碰就碎的玻璃 不用这么小心 见两人的目光落在自己身上 麦西不自在地低下头 他们不会嫌我爱是吧 他扭头看向麦西 马上就入冬了 夫人有什么需要的东西就趁现在买吧 而且夫人也该去看看 阿纳托的市场是什么样的 麦西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作为领币的女主人 他确实该去看看 于是三人达成一致前往市场 逛了半天后只有路斯一人满载而归 虽然这些东西质量不怎么样 但勉强能凑合用 身后的两人一脸无语 整个市场的模式都快被路斯搬空了 他还一副勉强的样子 在两人斗嘴的剑系 麦西注意到前面摊贩卖的鞭绳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他正想问路斯 抬起头却发现那人又不知道去哪扫荡了 麦西石化在原地 纳尔塔突然同身后出生 这是绑在剑盖上的装饰品 传言带着这个可以得到精灵的毕业 他侧身向他展示自己的宝剑 就是绑在这个地方 麦西回忆了一下 利普坦的剑上好像没有这种装饰 纳尔塔解释说 因为领主大人觉得这种东西没什么用 怕那么强的人根本不会依赖这种明星 想到利普坦麦西不由地笑了 他的确是那种性格 纳尔塔不自在地挠挠头 不过要是夫人送给领主 他说不定会带呢 毕竟整个城堡的人都知道 他们领主是个蠢气狂魔 麦西担心会不会太贵 纳尔塔说这种东西不值什么钱 见麦西手上拿了一条 他大方将一枚金币扔到摊贩手上 就要这一条 不用找了 麦西感到不好意思 等我回到城里就把钱还给你 纳尔塔白白手表示不用 他才不像某个魔法师那么小气 还没等麦西多说些什么 纳尔塔突然冲前面大喊 魔法师你等等我吗 你怎么一个人走了 麦西欲哭无泪 只能赶紧跟上两人的脚步 回去的路上两人也是一路斗嘴 这样的友谊让麦西十分羡慕 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 他才能跟利普坦身边的人这样融洽的相处 一点一点的被他们接纳 会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呢 利普坦回来后 麦西小心拿出买好的鞭绳 会得到精灵的庇佑 虽然是纳尔塔付的钱 不过东西是我挑的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可以带上 见利普坦迟迟迟没有反应 麦西窃窃地收回手 不 不喜欢也没关系 不用勉强 利普坦一把拉住他收回的手 耳间红得近乎滴血 他哪里是不喜欢 他简直太喜欢了 他感动地将老婆抱进怀里 谢谢 我会好好保管的 看到利普坦的反应 麦西愧疚又心疼 早知道他会这么高兴 他应该好好准备一个礼物的 他伸手会抱住他 他以后一定要为他 做很多很多事 只要是他能做到的事 他都愿意为他做